嗨 大家好 我是佳歡 今天我們來到這邊 就是要拍攝 我人生中的第一支MV 這部MV的歌曲就是《復約》 我今天來海邊復約了 右手能不能再抓另外一天啊 來 拉高 右手高 左手低 這首歌是在講述 一個人在等待另一個人的回來 所以今天導演就用了 我一個人還有另外一隻魚 牠就只有一條魚 那我也只有一個人 牠像是在等待另外一隻魚的 魚的陪伴 我就是在等待另外一個人的回來 牠在等待 我也在等待 我看著牠的等待就好像是 我也化作是牠了 就是人化作魚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以為這是拍魚的 我以為是拍魚的結果還是拍魚的 你在看哪 今天導演也很用心 因為像是歌詞裡面就是有提到 白色小屋舉行未來 未來 然後剛剛那邊呢 就有一個白色的小屋 就是屬於我的屋子這樣子 就是等待那一個人的回來 導演他用了就是一個小水池 然後裡面有一片鏡子 然後就是利用這一片鏡子呢 來做一些水波的一些效果 你的律動太HIPHOP了 換群光 可以柔一點 然後眼睛閉著啊 然後去一點 前方沒有表情的感覺都可以 好 臀部都是一點微微 而且說臉轉一點 轉 太陽現在就是在正中間 我眼睛沒有辦法長 我可以閉眼睛 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們要在 大太陽底下呢 就是拍這個MV 然後汗就一直流 因為看到太陽的時候 就會想要閉眼睛做眉頭 但不行 為了漂亮的MV 我必須要 就是眼睛真的非常大 一個水 一個水缸嗎 小水缸 在攝影機前面呢 烘著 也是要製造一個水波的一個效果 就感覺應該會很唯美 在我們的家 留守盼望 就算 你是 這一首歌呢 就是其實就是 信給我的寵兒的 就是我來復約了 佳歡來復約了 佳歡終於有第一個新作品 要唱給我的寵兒們聽了 希望大家會很喜歡這首歌 不願不願 不願 都在我們的家 還記得嗎 勝利不操 忘記了